各位梁徐美食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梁師傅 今天做一個菜 剛剛我見到有這個白苦瓜買 綠色的苦瓜大家常常都買得到 但白苦瓜有時才有 所以我用它來炒蝦仁 有一些料頭是 乾蔥、薑蒜、蔥 還有少少九層塔 加上九層塔 用了紅蔥醬去炒 比較野味 好,準備做給大家看 調味道有三分一杯水 我們有些雞粉、糖、胡椒粉、麻油、紅蔥醬 和熟滾 我們做一些芡汁 這個白苦瓜我就破開兩邊 大家看到有些紅色 代表這些瓜已經熟了 應該比較軟 我先把它破開兩邊 滑了些屋之後 出去出水 有些苦瓜我們就用一點水 放一點梳打粉 出去出上去 加點梳打粉 它會快一點 我們又不想它炒得久 所以就 出了水之後再過凍它 同時我們這些蝦 都要放些雞粉、鹽、胡椒粉和粟粉 滾一滾醃 那些蝦仁呢 我們都要飛飛水 出完水之後要過凍水 保持熟的程度 接著呢 我們就撈出來 渣渣乾水之後呢 將它切片 現在我們開始炒了 然後再用來 再拿這鍋 然後呢 放這個葉子 再加上這個 紅蔥醬 醬汁必须爆炸的香味 现在已经均匀了 接下来,把白胡瓜放进去 把白胡瓜放进去 正话,这个已经出水了 出水了,可以炒热 本身已经够了 不用怕,你说不够吃 不够了 接下来,我们再加虾仁 放入鱼 再放入鱼 1个 1个 再加上鱼 2个 1个 1个 一2个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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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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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一炒 香味俱全 再拌均匀 很香 可以上碟 完成了 用紅蔥醬 白虎瓜炒蝦仁 已經完成了 讓大家提醒一下 哇 不錯 用九層塔 去炒 原來挺好的 挺好吃的 我挺喜歡 九層塔的香味 OK 我又可以開動了 這是梁脆美食的梁師傅做的白虎瓜炒蝦仁 拜拜